物質與精神上的支援 對有曼菲天使的家長來說 兩者都是相當重要 在現有的福利政策當中 也同時存在這兩種類型 按經濟狀況 每個月3000到5000元的補貼 還有專業居家抱負的照護諮詢 不過這兩種措施 卻像白天與夜晚一樣 不能同時並存 有些福利的話 當你申請這一項的時候 另外一項就沒有辦法申請 譬如說當家長把孩子 送到中心來讀書 他的學費可以獲得減免 但是他原本可以領的生活補助 就沒有辦法領 有些家庭是真的需要 這份生活補助 他才能夠過日子 雖然減免的部分 他要付一些部分學費 可是變成他原本的收入就沒有了 實質津貼與倒宅服務不能兩全 補助資格的限制 也讓許多家長忘之卻步 而好不容易符合資格了 在申請過程中的遭遇 也讓很多家長不敢溝通 我們打電話去縣政府機關 可是我們常常必須是電話 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以下說承辦人員不在 以下說承辦人員去哪裡 或是說我們根本就搞不清楚 真正的承辦人員是誰 所以我們的答案常常都是模擬兩可 就是導致我們辦一些補助 都很容易混淆我們 我覺得這是我們身心障礙者的家庭 對辦政府這方面補助最大的困擾吧 經費問題限制福利措施的規劃與落實 服務品質的問題仍繼續讓民眾詬病 政府要讓照護弱勢的美意徹底落實 看來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